彰化台语文创意园区 文化部文化资产局的努力 配合在地人士的参与 才让一般民众来到这个环境优美 设备完善的园区 品味台语文化的美丽 体验闽南精彩风貌 这旧的名字 把设立做一个基地 可以电纜 很多要紧的 这些文献 我们的气窟 我们各种的生活的过程 可以电纜出来 让大家可以去看到 因为可能年轻人不一定看有 然后很有感情 所以就这样来留团区 曾经担任过立委 国大代表彰化县长 目前是关怀文教基金会的 董事长周清玉说 现在的小朋友 几乎不会讲台语 也听不懂台语 他觉得这是很严重的事情 连结台湾在地的情感 文化跟历史 很可能慢慢消失 所以台语文创意园区 常常举办台语歌仔戏 老电影播放 亲子画图说故事等等 各式各样的活动 就是希望将台语文化流传下去 总统府资政姚家文说 现在台湾的语言政策 已经越来越重视讲台语 台语文创意园区里结合音乐 电影 戏剧 历史 文化 规划了很多艺文场馆 还有展览跟演讲 是一个非常适合家长 带小朋友来学习 跟认识台语文化美丽 最好的地方 记者陈文旭 李金生 李佳金 彰化报导